大家好,标普500指数由8月5日的低点 一直升到上来,接近前顶 横行了两个星期 不上不落 是否全世界都在等 NVIDIA 公布业绩后才有方向呢? 今天会简单讨论近期的市况 如何面对的问题 大家留意本影片的内容是纯粹经验分享和教学的用途 并非投资建议,大家要小心求证 衡量风险才好投资 如果大家都喜欢这类影片,记得点赞和分享 最重要不要忘记订阅和按旁边的小铃铛 愈多人like,愈多人subscribe 我就要当你做同类的影片 首先,NVIDIA 业绩,业绩好过预期一些 但是股价在盘前盘后跌大约5%左右 NVIDIA 我会这样看 之前的价格是一个很乐观的业绩状况 如果大家有看第二季的13F 报告 都大约会知道在6-7月的时候 极多的大型基金是有大量的减仓 其实很多MV7 AI类的股票都有同样被减仓的情况 那是为了 在7-8月之间下跌 问题是8月的所谓的bottom 报道说机构投资者是有大量的买入 问题是买了多少呢? 是不是这么短时间之内 就可以买回在大跌之前 就是之前一个这么重的 这么多的仓位呢? 还是它们买入的时候是买其他东西呢? 就算买回都是这些东西 我相信NVIDIA 是权重股 有基金买回绝对不出奇 但是买回后 在近期这个纳指好像又升升下 又不太升 又好像想跌回的情况之下 其实在这几天或者这段时间 它们有没有沽回呢? 它们有沽回了 这支NVIDIA 是权重股来的 它们真的不可能太underweight 除非是很不碰 是不是? 它们会再看这个业绩 看完业绩之后 又是否会再加仓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NVIDIA 增长是厉害的 但是似乎没有之前那么厉害 而Profit Margin 似乎是有点回落的 不是说很厉害的回落 也有点回落 有人会怀疑之前那个是否已经是顶峰呢? NVIDIA 这些over earning的状态 是否已经去到尾声呢? 还是这样的倍数式增长可以持续很久呢? 很多人真的在说捞底 All in 这些东西 真的是的 在All in 捞底前 有没有能力评估到风险呢?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是要问自己的问题 我会很坦白地说 由看图到基础分析 我都是评估不到的 图表为什么评估不到风险呢? 其实到我录片时 盘前价格仍是大约119.5 左右 如果在这些位置开,即是黑色站在这里开 这是Gap Down Gap Down 50 天线 和20天线 今天无论如何,大家都会知道 一定是高成交的 故此如果在开市之后这个真的是Gap Down 并没有快速回升收复的话 即是一个高成交 Gap Down跌穿 50 天线的情况 它穿了近7天的区间 穿 20 天线 穿 50 天线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的向下突破 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的话 这也是一个很差的 技术的破位 我们破位不要紧的,下面有没有支持 我看到去到8月5号的低点之前 我看不到一些很有效的 密集整固,一些承托的区域 即是在这个10-20%范围的 range里面 我看不到任何图表的reference point 找不到这些reference point 那怎样评估的风险呢? 下一个问题是 NVIDIA 业绩市场反应差的话 整个市场会不会因此有问题呢? 这幅图我对比标普500指数Equal Rate 左手边这个RSP 是标普500指数Equal Rate 即是撇除了权重股市值加权因素的标普500指数 我将它与右手边这个QQQ做一个对比 我们会发现近两个星期 RSP 的表现是比立子强 RSP 是有创新高 而立子是没有创新高之余 连修复50天线也似乎是有些困难 这幅图左手边是SOXX 即是费成半导体指数ETF 右手边是VNQ 是房地产信托ETF 由8月5号这个所谓的Black Monday开始 去到昨天,SOXX 连之前的跌幅 即是这一浪跌幅的0.618 都是上不到的 亦似乎是上不到红色那条50天线 但是VNQ 表现强劲 下一个Strong Uptrend 破高位 8月初大市指数跌至躺在这里 它只是跌至20天线 那便停在这里 几乎是无动于衷 这就是我在月初在自己频道里强调 喜欢这个Sector 的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 另外金融股最近也是强 当中保险股表现非常好 KIE 是保险股ETF Black Monday 只是跌至50天线 就停在这里 然后几乎每一天都上升 升到昨天都是上升的 创牙新高 所以我会看到大市的焦点 似乎有头两季 侧重于只是做Manifusion 7 AI半导体股票 是有转去其他Sector 的迹象 刚才提到的RSP BIPO 500 指数Eco Rate 破顶 另外亦有一些大的界别 比如金融 地产 健康护理股 个别的工业类的股票 都有破顶 这是证据 即是之前大家很期待的 Sector Rotation 可能真的出现了 我会这样看 甚至这个NVIDIA 的业绩 可能市场是不收货的 这个可能在之前这个纳指100 半导体的界别 或者一些AI类的股票 表现不佳反映了 而其他的Sector 可能是没问题的 至少这一刻我们观察到的 暂时是没问题的 现在只要在Interactive Brokers 有个币 并且币的资产准值超过10万美元 而如果存有多于1万美元的美金 就会有4.83厘的利息 比起很多券商或者银行的利率 还要高很多 Interactive Brokers 亦可以用 低至1000美元的入场费 可以直接买到美国国债 更可以投资世界各个不同地区的股票市场 例如最近非常表现好的日股和印度股市 你利用Interactive Brokers 就可以直接买卖 十分方便 除了债券股市之外 Interactive Brokers 亦可以投资期货市场 大家只需要有一个交易的户口 在Interactive Brokers 上 就可以利用各种不同的资产 去建立一个最适合自己的portfolio 如果想知道更多Interactive Brokers 的资讯 可以点击画面上的连结 或者点击下面视频箱的连接 去了解更多 大家只要点击进去 就算什么都没做过 已经是对这个频道有一个很大的支持 然后就是说捞底 相对于回报风险比率的问题 举个例子 这只CUBE 是房地产信托的股票 我在最近在频内提过的交易 7-8 月之间 这只股票是做了一个非常窄幅的区间 是一个非常硬的整固 甚至是 Black Monday 的时候 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深的整固 仍然在这个窄幅区间里面 整个Range 非常窄保持在21天线上 这是一个Sign of Strength 箭嘴指着那天是一个介入点 我在这里做上去 用这个区间的低位做止算 去到最近的交易日 整个交易已经是有1-9的回报风险比率 我们看第二个Case 如果我在 Black Monday 这个低点 在这里挖了Sox 当我很厉害,一开始已经进入了 那我的Stop 应该放在哪里呢 如果我把认错点放在去年11月的低位 这个很合理,因为连低位都穿了 这个Sector 肯定是很有问题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虽然升幅到加价 还是显著的,升了17%左右 但是 Reward to Risk Ratio 其实只有 0.69 有人说你没理由stop这么阔吧 当我放窄点,我当是去年11月的突破点是一个认错点 其实如果把stop放在这个level 回报风险比率都只是1.3 有一点要注意的 捞底看似上网的空间很大 但是由于波幅很大 执行的认错点亦很多时候是非常不明确 不确定的因素实际是太多 亦因为下跌那么厉害 可能是有一些特别的原因 所以你的upside 看似很大 但风险是一样更大 世上的东西是没有免费午餐的 回报风险很多时候是并存 博回报高的东西,风险是一样大 最重要是衡量到回报风险 是不是对自己有利 当然纯粹靠信念冲进去 完全没有一个认错 或者再评估的机制 这个是极度危险 当我稳妥点,等Soxx 跌定了 例如做了3-4天的区间的阶段 然后这里有一个扎幅 再突破的时候 就是在这些区间开始上升的时候 才开始做仓 然后用8月5日的低点做一个stop loss 到最近的交易日 其实回报风险比率都只是0.57 这是一个不理想的状态 我们说回Soxx 这一只 ETF 本身 近期的走势确实是偏弱的 如果今天都是低开的话 即是图中最密集的 绿色highlight的阻力区域 其实都是上不了 红色条50天线上不了 20天线上不了 密集区也上不了 整个跌浪的Fibonacci 0.5 都可能是去不了 所以这个Sector 整体上是一个弱势 Magnificent 7 也有类似的困境 图中是Magnificent 7 的股票 除了苹果和Meta 之外 其实NVIDIA 今天可能都低开 去到这个位置 真是很难说 其他那四只都不用专家 都看过图,你都知道是一个 不好的走势 我们整体去看 Magnificent 7 的 MAGS 是Magnificent 7 ETF 大家会看到 一个类似半导体 ETF 的现象 这个我就不重复解释了 我再举其他AI股的例子 SMCI 是热门的AI股票 昨天崩跌 可能有一个自己个别的因素 财务表迟出 但是其他热门股的例子 这只DELL 正正常常 没有特别的消息 其实你会看到 它整体的发弹幅度不大 表现亦是一样 NVIDIA 出了业绩之后 盘前跌1.6% 连这个密集区也似乎很难受得住 现在还在200天线附近挣扎 如果再跌下去 其实这个密集区 200天线都可能 未必能守得住 另外一只Wedson Digital WDC 也是一只之前热门的AI股票 大家会看到 它连蓝色的200天线 其实近期没有任何消息 都是上不了 如果我们用Standmines 4 阶段的分析 它已经在周线图穿了 图中黄色的30周线 30周线亦开始慢慢吹平 10天线向下 和它有一个红交叉 然后它跌下来也不要紧 要搞整个月都不能够回复 其实就很有机会进入Stage 4 下降的周期 希望大家会明白 之前表现好的一些sector 或者股票 很多人会有recency bias 觉得之前升到很高 自己一直上不了车 没机会买 现在还不是买入良机 这个想法其实不是那么好 因为很多时候跌到这么残 可能是有些原因 很多时候可能后续它们未必跑赢 这个就要留意 希望这次解释大家会明白 我觉得为什么有sector rotation的观点 以及留意 回报风险比率的重要想法 接着就是利率的问题 现在利率期货是price in 100% 100%在年底前 会减100% 如下只有三次联储局会议 即是有其中一次 就会减50% 这个讯息是很重要的 因为联储局若然要减50% 即是表示经济很有问题 才会这样做 即是经济没有问题 不会这么急减息 即是市场现在是price in 减慢得多重要的状况 近期罗素2000指数的表现 其实 会看到它比较大型股ecoway是差的 Jackson Hole 这里放假 升了一段 升了两天 然后现在又跌回到 差不多Jackson Hole 时候的突破点 它后续升不升是一件事 地区银行股近期 强可能都会帮到它一把 因为罗素2000指数里面 确实有很多地区银行股 但去到目前为止 即是在分析上 小型股总体上还未跑得赢大型股 另外美汇最近跌得很急 这一段非常之急 我们就有long 飞美货币 所以也有一个非常之丰厚的获利 现在美汇去到18.5%左右的大位 即是highlight的地方 是一个大位 到这里有些反弹是不出奇的 但暂时的反弹似乎还是弱 我觉得仍然有一个不小的机会 会再破底 因为我会见到一些 大的美汇的成份 例如英镑 周线图 你会见到已经是突破向上 出现一个长期的上升趋势 欧元都开始尝试突破 连弱势的家园其实都是几乎日升 两年债和十年债的倒挂 亦都开始修正 这个也是反映一个经济弱的情况 即是开始price in 联储局 连环减息的一个状态 这个也解释到为什么防守型的股票 在最近都是表现较好 好了今天想说的东西就这么多 希望对大家有用 详细的大市各别股票评论 焦点 watchlist和教学 会在Patreon Cup Trading Pro 发表 网址是www.patreon.com.chartreader 如果大家对期货交易有兴趣 想了解当中的教学 交易的分享 甚至更多详细的 Seasonity Communal Traders Report 多种不同资产的数据 欢迎大家加入Cup Futures Trading 网址是www.cuptrading.net.futures 好了,今次就说到这里 希望这条影片对大家有用 下次再见,拜拜